今天家里来了几位新客人 是超级漂亮的蝴蝶 蛹 这个堂植力包的就是蛹了 哇 原来蝴蝶蛹是长这样的呀 而且两只柑橘蝴蝶蛹的颜色 一个深一个浅 再来开这个灰绒色蝴蝶 哦 它叫了一下 哦 它会叫还会动 作为一只蛹 这个品种未免也太灵活了吧 这个德罕翠蝴蝶 是我等了好久的 哇 它的造型和颜色 简直和神奇宝贝里的铁甲蛹一样呢 接下来是绿带翠蝶蝶 哇 这个蛹也会动 它的尾巴好灵活呀 简直了 不过为什么第二只绿带翠蝶蝶的蛹 是绿色的呢 拆完最后两只金蝶蝶的蛹 我们来看一下孵化说明书啊 首先要给每个蛹制作一个直筒 然后把直筒固定在类似树枝的材料上 最后就可以邀请蝴蝶宝宝们来入住了 说明书上说一个星期内就会孵化 想想都有点小激动呢 不是 这就已经出来了 我根据说明给蝴蝶们制作了羽化床 说明书上说一个星期内就会羽化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一觉醒来 就已经有一只出来了 这是它的蛹皮 昨天晚上看蛹的颜色变了 原来这就是羽化的征兆啊 这也太美了吧 这翅膀的颜色 这质感 而且自己复化的蝴蝶 真的会停在手上不乱飞呢 然后我就中午吃个饭的空 又出来一只 我的天啊 能不能等等我 让我拍个羽化的过程啊 接下来还有八只 我一定要拍到一次完整的羽化过程 哇 我的两只铁甲蛹今天都计划了 又是一大早就出来了 真的 它再早一点我就错过了 看 刚出来的蝴蝶翅膀 软软的像丑断一样 接下来晾肝的过程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它在不停地开合翅膀 加速风干 羽化完成之后我惊了 这四种宝石蓝色 简直高级到不能再高级 另一只铁甲蛹过了一会儿也出来了 这只是绿色系的 两只的颜色竟然还不一样呢 老有人留言说担心蝴蝶被鸽子吃掉 鸽子根本是不吃虫子的 倒是下面这只什么都吃 还有不是所有的蝴蝶都会自己去主动吃蜜水 有的需要我们辅助一下 只需要把它卷起来的口气拨开放到蜜水里就行 蜂蜜和水的比例是一比十 不用担心它会飞走 接触蜂蜜之后它马上会变得特别老实 吃饱喝足之后 蝴蝶们更是会安安静静地休息